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些华人第一次去看马来西 就是这部电影 我的这部电影 有一些才第一次去看本地作品 也是通过这部电影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我很开心可以看到有这个cross over 如果更多人好像 consistently这样做下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事情会改变一点 我也不是第一个做的 还有其他华人导演导购马来西 因为我看到这个情况 我们在马来西亚拍戏 很多时候我们的那个电影的圈子太小了 而且我们的市场也很小 小的来还分裂的 很少华人会去看马来电影 也很少马来人会去看华人电影 秋岛的The Journey这样 去到票房这样高 都是因为马来通报都有去看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可以 真的是很棒的 每拍部戏有这个讨论是很好的 我不想只是做一个电影 是你去看了哈哈笑了就回家 这样对我来讲没什么意思 也是一个电影人 也是一个导演 一个创作人 我想做一些你笑了哈哈 然后回家还可以拿来去想一想 给你一些思考的空间的 所以这些不同的feedback 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是很好 因为at least他们会拿通过这部电影 会去讨论那些关于我们社会的东西 其实我都不懂什么敏感 什么是敏感什么是不敏感 因为有一些很不敏感的东西在我们国家 可以去吵到是很敏感的 所以我就去做啊 我就自己觉得我要讲这个东西我就去讲 of course bear in mind 是好像很明显的敏感的东西 好像特别暴力的 sex的这些 不会通过sensorship的 千万不要去做 但某些话题某些subject某些体材 尽量不要自己去sensor自己 因为如果自己开始sensor自己 觉得我这个timing感不做 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个sensitivity的那个level到哪里的 so先不要自己做这个 给那个sensorshipboard做 因为sensorshipboard的人他们是被请来sensor的 所以如果你大家都自己sensor自己的话 他们没有工作的 他们有老婆要养的 所以给他们那些工作做吧 普通的半当从小都懂的 but maybe another next level的一些文化的东西 好像我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做马来人的那个建筑的那个research 才认识到更多他们的有一些 已经隐瞒起来买藏的一些文化 是现在看不到的 像他们以前建屋子都有很多半当的东西的 例如呢 好像他们有做很多那种 念什么jumpy啊这样的东西 好像地下那个高脚屋嘛 那个脚下面有买这些油啊还是什么 因为回家嘛 所以这些东西以前的传下来的东西都没有了 都不按Islamic嘛 所以就 不是很有趣的 你会觉得其实不简单的马来人起屋子 很多他们会拿很多好像风水这样的 地下多高啊 那个门要多宽啊 都有那个算法的很有趣的 而且给你一个example就是 因为在家里只是女人每次 男人出去外面更甜还是什么 女人在家煮饭 所以他们的那个房子的那个size 那个门口的那个宽度跟高度 是跟那个女人的身体去量的 哦 他们的 嗯 所以 所以因为他们每次在家 是 家是他们的 他们的 所以要方便他们 这样子 这些东西很有趣 五星 四 五 四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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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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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